杰摩手下有三元得力干将 而其中最受杰摩大人器重的 就是安九 可是偏偏安九在与神九壮真见面之后 偏陷入迷惘之中 心智受到了幻影的影响 不能全心全意地为杰摩大人工作了 不过杰摩大人也没有生气 只是将安九召唤到跟前 利用咒妇结界重新洗脑 还顺手激发出安九体内的潜在能力 然而尽管在这个结界中 安九依然无法平静下来 只要一闭上眼睛 眼前就能浮现出那个帅气的和尚的身影 两人明明应该没有什么交集 但那和尚给人的感觉就那么深刻 安九无法控制自己 而看到安九被杰摩大人这么看重 红莲和纲楼多少有点嫉妒 都决定努力表现 用实力在杰摩大人面前争宠 此时人间正是新年一时 奶奶在益州法堂祝道祈福 希望来年可以平安顺遂 突然一阵风吹过 从火炎中扬起一阵风尘 奶奶一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什么地方隐藏着全新的力量吗 刚才那阵风吹的小明也从睡眸中惊醒 他打开窗户才发现 外面阳光灿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 小明不再想这些 开心地跟奶奶问好 然后便赶紧穿好衣服 去庙会摆摊卖东西了 在日本 新年有去寺庙祈福的传统习俗 所以无论是寺庙还是法堂 在新年的第一天 都会摆出各种摊位 卖一些许愿服或者平安服 小明害怕自己忙不过来 把壮真和善也叫来帮忙 而壮真忙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连他这个外人都来帮忙了 小明家养的那个士神 怎么在偷懒呢 小明环顾四周 才发现潜鬼那个家伙 竟然躲起来了 他怒气冲冲地把潜鬼揪了出来 然后便大肆宣扬 他家士神都来当守护员了 大家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这话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围观 众人看小潜鬼可爱 免不了过去摸摸头捏捏脸 小潜鬼气得咬人 结果这下 围观的人群被一哄而散了 人群散去之后 小明忽然发现了一个 闪闪发亮的七彩和尚 竟然是寿海 他把彩灯装到了身上 果然成了这次庙会上最亮的赛 寿海和尚说 他的本事可不只是如此 小明抬头才看见 天上飘着一个巨大的风筝 风筝背面绑着 可怜的飞天小和尚利林 他正在天上瑟瑟发抖地 往下扔船单 这下果然引人注目 只是可怜的利林都快吓哭了 这时来了一对学霸母子 他们想在益州法堂祈福许愿 小明赶紧往母子俩请到法堂里 他看到母子俩写得 堆成小山一样的许愿牌子 都傻眼了 这俩人是有多少勇往要实现呀 原来小男孩要小生出 所以他们要走遍 世神盯的所有寺庙烧香许愿 保佑孩子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临走之前 他们还跟寿海和尚约定了 过一会儿就去麒麟四拜访 母子俩沿着小路一直走 忽然 一股奇异的气息 从一暗的树林深处飘出 母子俩顿时感觉头上一阵眩晕 然后就迷迷糊糊的 朝着密林深处走去 感觉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呼唤着他们 另一边 小明终于忙完了 他跟奶奶正打算去庙会上 逛一逛的时候 才发现刚才还人声鼎飞的街道 现在竟然空无一人了 大家面面相许 觉得有点不对劲 随即就看到刚才那对学霸母子 从小巷子里走出 受害和尚赶紧屁点点跑过去 想招呼客人 却被让母子俩双目无神 直接瘫软塞地 小明心里已经有种感觉 他们的欲望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吸收了 然后几人顺着母子俩 走过的路看过去 发现那里竟然探倒了好多人 每个人的眼中都十分空洞 惊气神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干了一样 小明一些人赶紧沿着巷子往前走 很快就来到了深山之中 认出这是通往一个废弃寺院的路 在路两旁的树上挂满了许愿牌 小明摘下牌子 发现上面赫然画着寄生果 旁边的一个商店老板 正在许愿牌上写着生意兴隆 这下小明等人终于确认 这肯定是结磨他们的阴谋 众人立即赶到荒废的寺庙中 发现那个假装在做法室的神职人员 就是刚罗 他回头看着小明十分开心 毕竟他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 此时潜贵正在跟孩子们一起放风筝 闻到一阵夹杂的寄生果香气的风吹过 潜贵立刻朝着风的方向跑了过去 一个闪身冲击寺庙挡在了小明前面 刚罗很满意 主角终于都到齐了 他就能召唤出寄生兽风楼对付他们 大家十分吃惊 现在寄生兽可以不用依附在人身上 直接出现吗 奶奶猜想 大概是聚集了足够的欲望 所以寄生兽才能独立存在 小明也不再迟疑 快速解开了潜贵的封印 潜贵出马一个顶俩 朝着风楼一通全打脚踢 不料风楼刚刚被踢出缺口的身体 快速愈合 好像从来没受过伤一样 潜贵不信邪继续攻击 可不论风楼受到怎样的攻击 都能在第一时间恢复如初 奶奶意识到 这家伙是由欲望化成的 根本没有实体 所以单纯的攻击无法起到作用 然而他打潜贵却是一打一个准 潜贵几乎被打得完全无力还击 状贵意识到 这寄生兽应该是种会马 只要将附成这预念的许愿牌毁掉 就会自己消失了 于是大家赶紧对这树上的那些许愿牌 大打出手 结果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奶奶看出 这些许愿牌只是假象 一定有一张牌里 藏着寄生果的实体 大家必须赶紧毁掉寄生果才行 状贞正是喝下一口酒 然后吐出来 变成冲天的火焰 那火焰烧的许愿牌纷纷化成灰激 只有一张飞到了钢罗的手上 就是寄生果的本体 状贞赶紧挥舞着退魔剑 想劈碎许愿牌 去不了钢罗拔地而起 飞到天上 此时潜贵被风楼牢牢抓住 眼看就要被刺成碎片 小梅灵机一动 赶紧将潜贵封易 潜贵一下子变小 就从风楼手下脱离出来 小梅随后抓住小潜贵一远跑了 可现在钢罗在天上 他们应该如何才能击碎寄生果呢 忽然 大家想起了寿海河上的风骚的风筝 风楼这边又追了过来 小梅只好解开了潜贵的封印 潜贵再次与风楼站在一处 钢罗躲在天上得意不已 反正潜贵无论怎么伤害风楼 也无法将其消灭 可就在这时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他 转头一看 那竟然是一个巨型风筝 小梅和撞贵就躲在风筝后面 撞贵赶紧一键劈向钢罗 钢罗躲开后释放魔力 大风筝被追得摇摇欲坠 现在别说攻击钢罗了 就是上面的人不掉下来都是万幸 而就在这危急时刻 小梅又听到了冥冥中一小脚的声音 老祖先也是在逗小梅玩 就是不肯一次把东西说完 这次他教会了小梅使用风筝 领悟力超高的小梅 于是就这样操作着风 将风筝重新稳住 并且快速靠近钢罗 钢罗看着突然稳定起来的 风筝木凳口袋 撞针趁着击毁 一把抓住钢罗的双手 小梅又赶紧招呼 前轨来到天上 而钢罗与撞针纠缠之时 正好让寄生果附身的 许愿牌掉了下来 小梅解开前轨封印 前轨纵身一跃 释放出金刚脚 一下将木牌扎漏 寄生果随即出现 被前轨一把抓到手里 风罗也直接爆裂消失 结果强大冲击掀起了飓风 吹得风筝剧烈摇晃起来 突然 风筝线断裂 小梅他们陷入危险当中 这时前轨刚好将寄生果吃掉 立即顺手抓住了 小梅他们的风筝线 小梅等人才终于安全了 钢罗一看不好 赶紧逃离 而没了寄生果后 被吸干欲望的人们 就都恢复了原状 有意思的是 这边前轨抓住风筝线 使劲拉扯 小梅和撞针 是飞得越来越高了 钢罗失败后 灰溜溜地回去见杰摩 没想到杰摩还在为安九布置结界 在结界中的安九依旧无法静心 他的头脑中 不断回想着壮真的模样 壮真问他是不是忘记了自己 看着壮真被冻住后 看着自己的眼神依然浅倦 这些杂念 让安九根本无法集中精神 他非常痛苦 而此时痛苦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壮真也在瀑布下面冲凉静心 可只要一闭眼睛 就想到安九 他愤怒地跳起来 用毛巾抽打着前面的水流 好像要将心中的烦恼 全都抽出去 问题是他做不到 只能任由对安九的思念 盘踞于心中 等安九终于从结界中出来 大家发现 他竟然穿着法师的衣服 他们是邪导师 与法师可是势不两利的 可看到杰摩没说什么 红莲和钢罗自然也不敢有意义 杰摩安抚两个手下 安九身上 潜藏着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特殊力量 还似有深意地表示 如果觉得神鬼之力无法抵抗 那不如将力量封印起来 只要像一小讲那样 将潜贵封印起来 那一切的问题就营染而解 就再也不会有人阻碍 他们种下寄生果了 杰摩很是欣慰 还送了红莲和钢罗一人一个面具 杰摩说那叫外法面 只要使用这个假面 就可以将寄生兽的力量提升12倍 这样一来 就不相信他们打不过小明和潜贵 在人间的小明还不知道 厄运即将降临 早晨闹钟响了又响 他才终于从梦境中醒来 感觉他身上一阵沉重 掀开被子 竟然发现潜贵正趴在他身上 抱着他睡的香甜 想到这小子狂吃自己豆腐 小明自然对潜贵一通拳打脚踢 等发现完心中的怒气 他才发现上学已经迟到了 小明赶紧穿好衣服 头也不回地跑到学校 最后还是迟到了 被教导主任凶婆婆抓了个正着 跟小明一起因为迟到被抓的 还有天野 人间和土屋三个女孩子 此时他们跟小明一起 被凶婆婆叫到了走廊上罚站 凶婆婆十分生气地表示 如果他们再因为迟到被抓 再有考试成绩不合格 生活态度不端正等问题 一律开除学籍处理 四个女生终于是脱离了凶婆婆的魔爪 他们来到了天台上 商量明天一定要早点起床早点到校 可偏偏明天是考试 努力的学渣肯定会复习功课到深夜的 这样一来 第二天早晨一定起不来的 难道必然会被开除了吗 晚上的时候 小明在家里临时抱佛奖 抱着书本拼命复习 但一学期的东西 怎么可能在一晚上就灌入他的大脑里呢 这时小明不由地开始羡慕前轨了 还是妖怪好呀 不用学习也不用考试 至于一起迟到的其他同学 则在地上摆了一地的闹钟 希望这些闹钟明天早晨 能叫自己准时起床吧 女生熄灯躺在床上 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要是能不在乎时间尽情地睡觉就好了 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声音回应他 说可以帮他实现愿望 随后那闹钟就飘了起来 一个寄生果出现在闹钟上 等女孩子看清楚的时候 寄生果已经伸出无数触角 将他紧紧缠绕 窗外 钢罗红莲和安九一起出动 看着里面的景象十分满意 还差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了 他们必须做出最适合 鬼神封印的寄生兽 结果话音未落 安九的眼前一花 那个在暴风雪中不肯放弃的和尚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到底是为什么 让自己对那个和尚 如此念念不忘呢 安九大口喘着粗气 红莲和钢罗都察觉到 安九的状态不对了 不过他自然不会承认 带着红莲和钢罗继续执行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 小明在学习中上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又在迟到的边缘徘徊了 小明吓得惨叫一声 然后疯狂穿好衣服冲去学校 奶奶和兽孩一脸 担忧地看着小明远去的方向 这浓浓的瘴气 标志着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而这次 小明正好卡着点安全上来 然而昨天那三个一起迟到的姐妹 今天却还不见踪影 难道 他们又睡过头了吗 小明在学校门口等了许久 竟然不紧不慢 表情也没有丝毫欠求之色 胸婆婆十分生气 难道这些孩子已经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吗 小明却发现 三个女生的脖子上 竟然都有寄生果 他们已经被附身了 小明见此 赶紧将胸婆婆会在身后 这13个女孩子已经缓缓 将小明和胸婆婆逼来 他们都应笑着表示 时间本身就是人擅自决定的 所以不遵守也罢 随后 学校的大钟就一下子爆掉了 小明十分头疼 怎么能三个人一起被附身呢 要是他们在这里变成寄生兽的话 那童兄们就太危险了 于是小明一把推开胸婆婆 自己引着三个女生向远方跑去 这里也是只想说 寄生兽好像就没干掉过几个人吧 可是没跑多远 小明就摔倒了 三个女孩子扑了上来 还好仙鬼及时出现 挡在了小明前面 随即红莲出现 一挥手将三个女孩子化成了寄生兽 而在他们变成寄生兽的同时 红莲赶紧丢出了手里能增强力量的假面 于是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寄生兽 似师模子就出现在了小明他们面前 那寄生兽的花苞中有三个人头 正是天野 人剑和土雾 小明赶紧解开了潜贵的封印 红莲也不恋战 直接消失 似师模子也紧随其后撤离 潜贵紧跟着似师模子不放 小明正要跟过去的时候 奶奶和寿海合照终于追了上来 他们气喘吁吁地让小明好好看看 空气中有那么浓重的瘴气 一定发生大事了 可是小明不能放弃朋友和潜贵不管啊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追了上去 另一边 壮真也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瘴气 他寻着瘴气跑入一片森林 竟发现地上的一个五芒星阵法 阵法当中就是正在施法的安九 壮真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阵法就是传说中一小脚用过的 封印鬼神的法阵 看着安九之后 壮真心中的不安更甚 他立即亮出退魔剑 想中断安九的施法 可是刚落挡在安九前面 他告诉壮真 现在安九已经进入冥想阶段 所以任何人说话都都听不见了 然而壮真不信邪 依然大声地喊着安九的名字 这声音就真的传到安九耳中 在他的脑海里转化成画面 还是那个在雪地里拼命行走的小和尚 安九已经快崩溃了 那个小和尚到底是谁 他们有什么渊源呢 此时刚落看着正在施法的安九 不由地咋舍 明明是个邪导师 却能使用一小脚的法术 怪不得杰摩大人对他赞誉有加 这时四十魔子也赶到了 刚落放心离去 将现场交给四十魔子 壮真这边还想追赶 被四十魔子拍倒在地 四十魔子后面紧跟着前轨 他朝着四十魔子冲过去 却不料地被对方尖锐有力的爪子抓住 前轨拼命挣扎 也无法挣脱 而小明想上前帮助前轨的时候 却被四十魔子的触手缠住 脱入了魔法阵中 此时五芒星法阵里有小明 四十魔子和前轨 奶奶十分揪心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就会被变成石头了 现在安九在操控阵法 刚落和红莲也再度回到安九身边 只见五芒星法阵上 出现了一个刺目的光照 很快 光照里的所有东西 都会被封印变成石头了 前轨立即认出了 这封印就跟一小脚的一样 他知道 对方这是要封印自己 于是咬牙释放出金刚脚 将光照刺破一个洞 立即把已经昏迷的小明 从法阵中扔了出来 前轨知道 能救自己的只有小明 所以一定要保住小明的性命才行 当小明悠悠转选的时候 五芒星法阵上的光芒也消失了 前轨和四十魔子都变成了石头 红莲和纲罗十分得意 这下没了前轨的阻挠 他们终于可以肆无忌惮了呀 也不知道小明悠 怎么把前轨救回了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